新一季明星舞王舞后爭霸賽 正式開打 本週參賽藝人有金鐘影后 陳孝萱 唱跳偶像吳東諺 以及宅男女神思雅 三人表現各有千秋 而評審對於陳孝萱的評價是 我覺得也是很有味道 初次挑戰國標舞台的吳東諺 他的感想是 沒有想過跳完第一支舞 就有想哭的感覺 而思雅也因為評審尖銳的評語 淚灑舞台 今天這一支的手舞 其實是一支很高分的單人 怎麼辦 思雅,加油 沒有關係 你想哭就哭 此外 本週還有SUPER KIDS舞蹈大賽 其中一位舞者的特殊才藝 更讓主持人驚豔不已 BING 你會什麼才藝 管肚皮舞 我們可以看一下怎麼滾嗎 我... 好強哦 你怎麼會有這一個特異功能 最精采的舞蹈想念 全部都在愛妮雅舞力展開 馬上歡迎所有參賽者 帶來堅強的開場舞 首先歡迎活潑可愛的讓女孩 接著歡迎活力四射的蒙世黛 歡迎青春無敵的蒙寶貝 請接著歡迎明星舞王舞蹈 爭霸賽的參賽藝人 首先歡迎陳孝萱 以及李睿洋老師 接著歡迎思雅 以及楊凱鈞老師 歡迎吳東諺 以及楊詠卿老師 歡迎節目主持人 最美麗的侯怡君 以及最帥氣的GINO 歡迎收看愛妮雅 舞力全開 謝謝所有所有來賓 帶來精采的開場舞 第三季的明星舞王舞后 爭霸賽正式開打 沒錯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令人期待的特別企畫 就是我們的SUPER KIDS舞蹈大賽 好的 三組台灣最頂尖的街舞小高手 今天要在這兒一較高下 就讓他們自己好好的 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從GINO哥哥那邊開始好了 大家好,我們是 丹田非常有力 表現得很好 萌寶貝 好棒 下一組 你們叫什麼名字啊 大家好,我們是 蒙世代 蒙世代 可以看出他們合作無間的精神 蒙世代、蓄世代發 想要把你們PK掉哦 但是女孩子的視力不容小覷 來 大家好,我們是 樣女孩 真的很可愛的樣女孩 輸人不輸正 女生的GIRL POWER也很厲害 期待你們等一下要好好的表現 拿出你們最強大的舞力 把對方給PK掉好不好 好,先回去休息一下 謝謝 回座休息 好的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本季的明星舞王 舞后爭霸賽 打頭陣的三組藝人 到底是誰呢 歡迎他們 讓我們歡迎陳孝萱、吳東諺、思雅 愛他們的遲導老師們 我們往前一步 根據可靠消息來指出 有一個人 他姓陳明孝萱 他是有國標基礎的 所以這一季的比賽 我看應該就非你莫屬了吧 誤會大了 因為其實我以前學過 那是在戲裡面學的 我學的是摩登舞 我學的是探戈 對,然後現在要跳的拉丁舞 其實是完全不同的 但我跟你講 很多人 摩登跟拉丁還搞不清楚 就來比賽了 你還很清楚 真的 因為一跳就知道不一樣了 很多人看很久還不知道 不過在思雅的部分呢 我記得思雅的街舞 是跳得非常好 跳起舞來非常有能力 然後每次來評價都非常高 今天你穿上了國標舞衣 截然不同 感覺如何 我現在感覺很好 但是一開始套上的時候 覺得非常尷尬 我覺得它這個高岔開這麼高 是合法的嗎 思雅,這就不對了 你平常跳街舞的時候 那個褲子短到... 我會穿安全褲啊 這個好高 你該不會跟我講說 你裡面有穿安全褲吧 我一開始本來想穿 但後來就是老師說不要穿 就是這樣比較性感 穿這樣子非常非常的漂亮 更有女人味 而且比例看起來很好 我覺得你舞蹈跳得好 信心一來 就不會太在乎服裝的事 但是如果說服裝要兇來講 最兇的是孝萱囉 對 那孝萱姐就不會在意這種事情 行走江湖這麼多年 這個是你小天使 哪有萬獎 我就是選一件布料最多的衣服啊 你露得... 你布料多個... 給我 該露的地方對就好 你會很不自在嗎 就還是會有一點 因為很久沒有穿這樣的衣服了 所以我就選了一件 就是把自己一通包起來 比較有安全感 我相信接下來第二支舞蹈 第三支舞蹈 他的衣服布料會越來越少 我已經說我要穿這一件到底了 你跳舞跳到最後 你的身材曲線 那個線條出來的時候 你整個人會變得非常的自信 我相信布料絕對會越來越少的 而且孝萱姐 還有斯亞擔心這些東西 其實不是女生的專利哦 男生 吳東諺也很擔心這種事 我想男人你要擔心什麼 你本來裡面要穿吊嘎 瞎透了 為什麼要穿吊嘎 我第一次去試穿的時候 是白色的 然後它是薄紗 全部都是透明的 然後露點 然後我沒有穿過這麼高腰的褲子 感覺... 那個白色是蕾絲狀的嘛 透明的這樣 結果我的腰間肉都被擠出來了 所以我會穿黑色的 穿到這一季結束 好 衣服要穿得適當 適合自己的身材 我覺得最重要 但另外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 別忽略掉 你們是要來比賽 比的是舞蹈 我最喜歡抽籤了 沒錯 好,我們第一棒就是 陳小萱 好的 馬上歡迎陳小萱 睿洋老師帶來精采的表演 來 舞蹈零經驗的陳小萱 這次鼓起勇氣 挑戰專業的國標舞台 而舞伴睿洋老師給他的評語是 第一次跟他接手 好像在跟我老婆跳舞 就是跟產後媽媽跳舞 全身亂趴趴 他其實技步子是很快 但是就是牽到手跳一下 他放棄得很快 就是很快就腿軟 或很快就是會表情放鬆 第一堂課我就已經覺得說 這根本不是人可以做到的 那當然他們就是 我們平常看到一些畫面 就是他們老師跳得很漂亮 可是那個其實要下 很多很多的功夫在裡面 然後可能要很多年的精力 在裡頭吧 那我們這麼短的時間 要跳出那個味道 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 真的是還滿困難的 話雖如此 但陳小萱始終沒有放棄 依舊每天往舞蹈教室報到 然而即使舞步記熟了 但一旦搭上音樂 便會慌亂的跟不上節奏 讓他開始逐漸喪失信心 平常練習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 我大概知道 那個舞步大概是怎麼樣 哪裡用力 盡量做到老師要求的地方 但是真的搭上音樂 音樂那個速度真的不快 雖然說老師已經有放慢速度 但對我來講還是很快 我覺得那個很容易混亂 面對那你跟上音樂節奏的大難關 陳小萱只能不斷的拚命練習 爭取好的表現 他能不能順利完成表演呢 希望我可以把所有的舞步 都跳好 跳出來 音樂節奏的音樂節奏 You don't have to be beautiful To turn me on I just need your body baby From dusk till dawn You don't need experience To turn me out You just leave it all up to me I'll show you what it's all about You don't have to be rich To be my girl You don't have to be cool To rule my world Ain't no particular sign I'm more compatible with I just want your extra time And your kiss You gotta not talk dirty, baby If you wanna impress me You can't be too flirty, mama I know how to undress me Let me be your fantasy And maybe you could be mine You just leave it all up to me We can have a good time You don't have to be rich To be my girl You don't have to be cool To rule my world Ain't no particular sign I'm more compatible with I just want your extra time And your kiss 謝謝陳孝萱、李綠陽老師 帶來的恰恰表演 外表給人家感覺 坦土非常內斂 然後非常有內涵的孝萱 你竟然選擇一個恰恰來詮釋 我還滿驚訝的 其實就是因為我當初想說 其他的舞科 我不是那麼的熟悉 因為我不是有在跳這種招嗎 裡面有一些恰恰的節奏 我想說這個是 我可能比較了解的 結果沒想到真的跳了之後 就發現完全不一樣 你覺得恰恰難嗎 滿難的 因為就是要把上半身 跟下半身的關節分開 然後還有很多就是 我們平常不會使用到的力氣 所以完全顛覆了 你對舞蹈的那個想像 你跟你平常去練習的 這一些其他五種的舞科 其實是截然不同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 當你在練習的時候 你有沒有遇到挫折 有啊,當然啊 你怎麼去克服它 我就想說 反正人生總是有很多的困難 我們就是要盡自己的全力 我們已經成為他們人生中的 一個困難了 想辦法 想辦法做到最好這樣 我的感覺 其實以前在電視機看到的 陳孝萱是非常... 但還沒當媽媽之前 是非常開心、活潑 很開朗、大淚淚的一個女孩子 可是當媽了之後 我覺得你改變了好多 你的信心好可惜不見了 我們很希望看到的是 透過這個舞台 透過這個國標舞 找回過去那個 對自己充滿信心的孝萱 這是我今天 我很想很想... 謝謝 告訴你的 其實你條件真的非常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你今天願意來到我們節目 打開你的心房 挑戰你人生的第一支國標舞 我們來聽聽看老師們的看法 好嗎 鄭竹男老師,你的看法 今天瑞亞老師變了舞蹈 我覺得舞步很明確 恰恰的感覺很好 很多基本步... 那個組合是很棒的 因為你可能 希望沒有接觸國標 所以恰恰的基本動作 還不是很扎實 你的中心的轉移 還有你的身體看起來 有一點點的後仰 你的腳比較沒有那麼伸直 會有點... 腳背的力量不夠 會有點內八 這些都是國標要去訓練 去很確實去走那些基本步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去揣摩跟練習 因為第一次我覺得已經很棒了 可以做一個很完整的呈現 當中你忘了一點點步伐 可是我覺得你很厲害的一點 就把他救回來了 不慌不忙 其實你是很適合跳國標的 所以以小小的建議 一定要把你的節目做好 但第一次我希望下次看到 更不一樣的小萱 好,謝謝竹男老師 謝謝 我想觀眾朋友 都可以知道藝人挑戰賽 第一次表現出來的是 好痛苦 不管是我被迫 或者是我自己接觸 才知道他的難度 反正就是呈現的是痛苦 甚至有一點排斥 第二次 他讓我們感受到的是 接受了第三支舞蹈 我們感受到很多藝人 愛上國標舞 所以今天 你的所有的談吐反應 跟散發出來給我們的感覺 我們可以理解 因為幾乎每一個來的藝人 都是這樣 但是希望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可以去了解到國標舞 帶給我們很多很多 不同的體悟也好 然後我相信有一天 你可以接受他 進而愛上他 好的,謝謝 祝福你 好,陳小萱 終於完成他人生的 第一支國標舞 恰恰 是不是可以得到 評審老師的青睞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我們的第一位藝人 陳小萱搭配他的老師 李睿洋老師 呈現了他們的恰恰 當作第一支舞序 到底能夠拿下多少分 現在已經要超過84了 好,陳小萱的分數到底是多少 84.4分 竹竿老師 佩玲老師 KIMIKO老師84.3分 藍波老師84.5分 小萱 這個分數算是 中上還不錯的分數 接下來期待你第二支 第三支舞蹈要好好的把握 麻煩你為我們抽出下一組藝人 你有沒有想到是誰 女生先跳好了啦 你忘了思雅先跳啊 我覺得跳完就會輕鬆一點 所以我沒有辦法輕鬆 他沒有想要給你輕鬆的意思 所以你就單待一點 OK 答案就是 思雅 歡迎思雅帶來精采的表演 大家對我的印象就是會跳舞 所以我覺得自己給自己的壓力很大 然後老師也會對我比較嚴格 因為會用大家都是 學舞人的那種標準去看待這個表演 以往都是以流行舞 前來參加比賽的思雅 這次要學習從未接觸過的國標舞 心情不免相當忐忑不安 而自我要求極高的他 這次要選擇的舞科是 我這次選擇跳倫巴 那我覺得要克服的困難非常的多 因為我之前都跳流行舞 所以就是流行舞的話 我就是穿一般的高跟鞋嘛 那我們跳舞的方式 腳跟再腳背 這樣子踩下去才會穩 但是國標是要用拖的 就是那個方式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 要克服這個習慣的問題 真的滿困難的 而除了要改變跳舞的習慣以外 外表一向給人落落大方的思雅 這次要與凱鈞老師 搭檔比賽雙人國標舞 靜漸漸感到抗拒不已 而他的理由是 其實我真的沒有跟男生 這麼... 這麼... 這麼的進步 所以我一開始就是很害怕 我會很害怕靠近老師的那種感覺 思雅比較... 之前接舞跳舞比較多 所以他很多接舞的感覺會出來 然後最主要是他... 他沒有兩個人合舞的經驗 所以比較難做出 兩個人互動的感覺 背負著龐大的心理壓力 以及要徹底改變 跳舞習慣的思雅 面對這些障礙 他能否克服困難挑戰成功呢 今天來到這裡比賽 我非常的焦慮 非常緊張 然後又失眠 那希望我能來這裡突破自己的心房 每一支表演的舞 大家都會喜歡 所以擔憑 然後再往著你 我會看到你 有所有的心情 然後再往來這裡 The autumn leaves Dressed by my window The harmony The breath Send you in the 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A hot winter song But I'll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e're not a leave We're not a leave We're stuck to fall 謝謝思雅還有凱鈞老師 帶來精采的倫巴表演 今天看到的是非常有女人味 而且是非常沉穩的思雅 跟過往那種狂野的表演方式 完全不一樣 沒想到國標讓人家改變這麼多 非常的意外 是 尤其是我們知道 就是思雅除了不跳舞的時候 他其實很害羞之外 其實他有一個問題 他其實很怕跟男生近距離的接觸 怎麼可能 好像之前有提到過這個問題 對 那你今天還選擇倫巴 是誰選的 我覺得我選中... 對啊 你選了之後才知道 倫巴是一個愛情的舞蹈 他必須要跟舞伴非常親密 是不是 對,我後來才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各跳各的 各自獨舞嗎 就是我們的距離非常的遠 安全距離 就是這樣 這麼遠 跳舞其實是... 這個框架很難維持耶 那你也滿厲害的 對,然後老師就會說 你可以不要離我這麼遠 你可不可以近一點 然後我就很難克服我的心房 你會不會靠近老師的時候 你都會憋氣 對 就知道 因為我剛開始也是這樣 我好緊張哦 弄 對 所以你怎麼克服的 我覺得就是豁出去了 然後後來剛剛上場前 老師就說 好甜蜜 不是,你知道 凱鈞他們好歹也是我們之前 我們台灣分數最好的選手 是 你讓他講錯那麼委屈的話 其實我一開始還滿訝異的 因為通常像藝人第一場 可能沒有辦法基本功 沒有辦法練那麼... 馬上就可以抓到位怎麼樣 所以就是我都會帶著他們跳 但是思雅他比較特別就是 我帶著他跳他會很害怕 然後我一開始好像會很自然的 去喬他 就是用我的手去喬動作 就是說腳打直、拉腳背、手伸起來 但我好像碰他感覺好像 我是不是做錯什麼 你好像在侵犯他對不對 對,我一開始回家就講 我是不是怪伯伯還是... 為什麼,他做了什麼反應 你可不可以示範給我 譬如說你是他,我是你的話 對,然後你碰我 我說你手可不可以高一點 哪有誇張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這個感覺好像 我做錯什麼 思雅,你自己本人在現場 你當初他碰你的時候 你怎麼去躲 來,那個手記得要抬高這樣子 拉高 好,那他身體歪掉了呢 然後你的腳 你的腳記得要併起來 對,然後他就會一直後退 一直後退,一直退 然後就會丟丟丟這樣 那他的腰沒有正 那怎麼辦 我也很自然的就是把他... 這樣收肚子 那你當下心情 就... 想說要不要告訴他 對,就... 好,算了 他有一種... 其實我有感覺到 他有一種眼一閉牙一咬就過了 對 忍耐一下 那到底呈現出來 老師覺得有沒有感覺呢 好,那我們就問問看 老師的看法好了 佩玲老師,你的看法 我倒是沒有發現 斯亞跟凱鈞在跳舞的時候 在表情上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覺得 他剛剛那個一、兩分鐘的時候 真是愛上凱鈞了 那個表情是很到位的 你在台上的時候 你剛剛已經渾然忘我 在這條舞裡頭呢 凱鈞老師其實很聰明 他一開始先讓你跳倫巴 倫巴通常是練國標舞基本功 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你一開始跳倫巴的時候 你的腳步走得很穩 然後你的線條很完整 在音樂的掌控上 在第一次跳倫巴 也是算是非常好的 但是有一個小建議就是 凱鈞老師在帶你跳的時候 我比較介意的是 你的很多步子 就是站在兩腳的中間 剛剛經過怡君跟你講以後 我才知道 原來你是害怕靠近凱鈞老師 所以你從這個腳 到那個腳的距離 通常你就差那麼一點點 所以你常常 每一個線條完成的時候 上半身都很漂亮 可是下半身 就大概是站在兩個腳 每一個步子都在兩個腳 所以不敢很勇敢的 把你的身體交給你的舞伴 我們每一個國標舞的身體 都會是真的 上半身、下半身錯開的 所以你如果不敢 把你的身體交給男生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真正的救你 然後沒有辦法救你的時候 你就不會把身體 自然的發出那種 妩媚的動作出來 所以這個是 斯亞,你下一個步驟 你要超越你自己的心理 這樣子的表現會更好 謝謝 好,謝謝佩玲老師 結果沒有被看出破綻 所以在那一、兩分鐘 讓他們詮釋跟演繹得很好 真的有愛上對方 對 可是我有不一樣的看法耶 KIMIKO老師 因為斯亞就很會跳舞 但是今天一在台上 第一個自己獨舞的部分 我覺得他就很清楚的 讓我發現他很緊張 因為他其實對拍是很準的 但如果回去看 你那個第一拍 你手完全沒有到音樂 你就衝下來了 就是那個是... 而且那衝下來又沒有期待感 沒有期待衝向凱鈞老師 是那種 我好不想要哦 好不好,GO 所以他是有那個抗拒感 今天這一陣手舞 其實我寫了一句話 好諷刺哦 分數高大家都想要 但是明明兩個人在跳 對,因為斯亞 他現在對男生的這一塊恐懼 大到一個讓他在跳舞的時候 好辛苦的一支舞 因為他幾乎是獨立在跳這支舞 那我也很想知道說 斯亞 那因為你就是要跟這個男人 跳那麼多支舞耶 怎麼辦 如果你沒有辦法愛他 你有辦法把他想成別的 爸爸 或者是親人或哥哥 他一定要想一個方法解決 不然他現在就是... 他沒有辦法把老師當男生 那你能不能把他當成另外一個 你可以投射情感的對象 不然你不能 這三支舞都是單人舞啊 怎麼辦 好,謝謝KIMIKO老師 我想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優缺點 擅長跳街舞的你來講 一下子接觸國標舞 那是截然不同的 不管是在肌肉的運用 跟你舞蹈練習的方式 尤其又加了一個舞伴 這個舞台上只有你跟他 所以你必須要去克服 你的心理障礙 尤其你只有三支舞的時間 今天已經第一支舞 被老師看出來了 所以接下來第二支、第三支舞 我覺得你要想辦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舞絕對跳不好,好嗎 邀請目前最高分來到舞台中央 好,歡迎陳孝萱還有睿洋老師 孝萱 當你在跟睿洋老師搭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心理障礙嗎 還好 OK 所以如果有一天 你選擇倫巴的時候呢 因為那個時候比較熟 應該還好啦 對啊,比較熟 過濟要培養 比較熟可能也會克服 這樣子的一個距離感 對啊,我們已經第一次 就把最難... 對他來說最難的東西呈現出來 所以後面一定效果都會覺得 應該是滿好的 投過生就過 也是一個戰略 我相信斯亞的眼淚 不只是他對男生接觸 會有心理障礙 我相信他在國標舞裡面 還沒有找到他的自信 因為過往 大家看完他跳街舞之後 絕對是如雷的掌聲 拍手叫好 給予最高的肯定 可是面對國標舞 你是這麼的陌生 然後又這麼沒有信心 所以你也很茫然 對不對 加油 斯亞,加油 沒有關係 這個舞台會給很多人 不一樣的感覺 還有歷練 你哭表示你感受得到 你哭表示你終於遇到這些困難 人沒有永遠永遠的成功 這些挫折對你來講是好的 加油 表示他想要跳更好 是 他的企圖心 他想要把他做好的心 我們都感受到了 但是這個痛苦的過程 你必須去消化掉 加油,擦乾眼淚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分數了 斯亞完成他的第一支國標舞 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斯亞還有我們的楊凱鈞老師 他們的第一支舞 選擇了倫巴 看來這支倫巴帶給斯亞 非常大的壓力 因為他有自己的心理障礙 不過分數才會見真章 到底可以拿到多少分呢 好,目前分數來到了84.5分 好的,彼此之間的分數 都咬得相當緊 只有差0.1分 所以未來兩支舞蹈 兩位要好好的把握 克服自己的心魔 校學也要克服自己的困難 想辦法解決 相信在第二支舞蹈裡面 你們會表現得更好 好,謝謝兩位 第三組我們就不用抽籤了 那就是我們的壓軸 歡迎吳東諺、詠卿老師 帶來精采的表演 第一次參賽 期待又緊張 因為我沒有接觸過國標 直到跟老師上了第一支課之後 我發覺 真的像其他前輩所說的 國標就是 你接觸過之後 你會慢慢愛上他 偶像團體出身的吳東諺 擁有堅強的街舞底子 因此學起國標舞步 可是相當迅速 然而長期培養下來的 街舞律動感 竟成為他的一個致命傷 好難改哦 就是... 就老師明明是一個很這樣子的 然後我就... 然後老師踢個腳 我就這樣子 每次我都沒有辦法看我自己 沒有人看老師 然後我想說 奇怪,我跟老師是跳不彈首歌嗎 他在一開始學舞步的時候 就是會有帶一點這種街舞的 律動感在裡面 但我一開始覺得滿有趣的 就會覺得國標和街舞 擦出一個很特別的火花 雖然詠卿老師看好吳東諺的表現 讓他的信心大增 但想不到 仍然在練習沒多久後 突然又發生了一件意外插曲 還好嗎 可以 可以嗎 我聽到開開開的聲音 我曾經是GINO哥的師弟 錄完了歌之後 準備要發片的時候 因為老闆要求我們 一定要後攻翻 我本身是不會的 為了趕著跟著偶像團體的進度 我必須硬翻 然後就把我的膝蓋給摔斷了 所以在最後一個結尾 跳躍起來落地的時候 其實我的膝蓋都滿隱隱作動的 很有感覺 身負舊傷的吳東諺 參賽以來 就飾演為他的老師 王樂妍報仇血恨 而他的國標處女秀 是否能順利完成呢 無論如何 我還是會拿出最好的自己 盡最大努力 然後表現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可以記得我吳東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ME ON TAKE ME BABY SWILLING ME ALL AND ALL COME ON TAKE ME BABY COME ON TAKE ME BABY 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 COME ON TAKE ME BABY 謝謝吳東諺、詠卿老師 帶來的捷舞表演 令人驚豔的吳東諺 沒想到你街舞跳得好 國標舞也跳得還不錯耶 不敢當 我剛剛緊張得要死 緊張是一定會有的 你可以表現得這麼好呢 讓我很驚訝 因為你曾經膝蓋 受過很嚴重的傷 你復健了三年 才有辦法 重新再站在這個舞台上 然後完成你的人生 第一支國標舞嗎 對 感覺如何 我沒有想過跳完第一支舞 就有想哭的感覺 你對女生有恐懼感嗎 不一樣 對不起 為什麼想哭 我們想了解 我一直覺得我的膝蓋 可能沒有辦法負荷 尤其是我們又穿上 這個有跟的鞋子 而且捷舞 我覺得他膝蓋在踢腳的時候 可以要用到特別多 既然你的膝蓋已經受過傷了 你還選擇了捷舞 這件事情 你有跟老師討論過嗎 我一開始沒有告訴老師 這一支舞是老師決定的 其實一開始是我決定的 但是我也有先問過說 我們可以討論 也許我們不一定把捷舞 放在第一手 然後但是東諺也很爽快 就說OK啊,我OK 他沒有把這個故事告訴你 對,老師是專業的 老師專業也需要知道 你的身體狀況 你沒有講老師怎麼做判斷呢 對,但是我不希望 因為我自己身體狀況 然後我就少訓練了一個舞科 既然老師安排了 第一個是捷舞 那就決定是這樣子 所以東諺 不管遇到任何困難 你勇敢去面對 哪裡痛打哪裡 這樣的一個精神 對 不過聽說第一次在練舞的時候 詠卿老師好像就被你的決心 給嚇到了 因為我們還不熟悉 然後我就想說 選捷舞的原因也是因為 可以排一些比較對應的東西 這樣我們彼此之間比較不會忘步 然後我就甚至 就是有一些步驟會簡單化 然後後來東諺就說 老師,你不要教我簡單的 我就是要標準的 因為我的目標是總冠軍 對,但是我跳... 非常有企圖心 對,跳了幾堂課 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我覺得國標舞不是這麼簡單的 其實你可以動作 換簡單一點就好這樣 沒有,我沒有這樣講 但是因為我會很沒有自信 我通常舞步記起來 我就會一直看自己跳 我們習慣之後 因為我們要看動作好不好看 對,但是我一直到 舞步都記很熟 我還是看著老師 因為我覺得 我跟他跳的就是不一樣 我沒有那個國標舞的樣子 然後我就一直問老師 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舞都排完了 我跟老師說 老師,我回去自己練就可以了 沒問題,你出國比賽加油 結果我隔天就答應老師 老師,我不行 其實我剛剛有一點想哭 也有因為老師 因為他一直鼓勵我 對,老師就一直告訴我加油 他說就是享受舞台 平常我因為拍戲 我時間很不穩定 老師願意把他的課都排開 然後來配合我的時間 跟我一起練習 是 所以我很謝謝老師 想必你也非常非常的努力 跟用功 好,我們來聽一下老師的看法 鄭竹男老師,你的看法 看完冬燕這支舞蹈 我覺得你真的很適合跳國標 而且你的態度一開始就對了 我覺得你跟老師之間的搭配 而且你很想要 當你很想要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你那個決心就會出來 所以我從這支舞看到 你的態度跟精神 是很不一樣的 那我要特別說一點 就是說在這麼快的舞呢 我覺得你可以很深的 那個快跟慢 我覺得很不容易 因為控制力很強 我覺得你跟老師之間的呼應 也很好 唯一的就是說 因為你跟老師之間的互動 我們男生必須要帶動 帶領 但是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比較弱一點點 因為畢竟是第一次跳舞 我覺得如果跟斯亞比起來呢 你的感覺跟老師之間的互動 還有你想要的精神 是不太一樣 而且男生在跳舞的時候 因為男生必須帶女生 這個是難度有高的 所以我會特別在地方 加一點點小分數 那我也很期待你第二支舞 可以看到更不一樣的冬燕 加油 好,謝謝竹男老師 邀請目前的最高分來到舞台中央 好,歡迎斯亞 還有凱鈞老師 當錦章小姐遇到吳東諺 錦繃先生 他到底可不可以把這個分數 給繃得很緊 不讓斯亞闖關成功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今天三位都完成了 第一支舞蹈 先不要擔心 之後還有兩支舞蹈 我們在一起做分數的考量 先能拿到門票 而吳東諺還有詠卿老師 他們的捷舞 能不能夠拿下最高分呢 目前分數來到了84.3 84.4 還有沒有 好,同分了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84.5分 竹男老師84.6分 其他三位老師都是84.5分 其實大家分數真的都是差不多 我想斯亞 你原本應該以為東諺會贏你的 對嗎 對 可是沒想到到最後關頭 你們竟然是拿到同樣的分數 但是不要忘記 有一個頸椎在後的叫陳孝萱 他只差你們0.1分 他的實力也不容小覷 不要輕忽了 不管如何 最後我們要恭喜斯亞 還有吳東諺 同樣成我們今天的最高分 可以獲得我們的MVP獎金 一萬元 無論是否曾擁有過舞蹈筆子 今天的三組藝人 都拿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與勇氣 前來挑戰這個專業的國標舞台 不管最終的成績如何 都值得我們為他們喝采 而未來還有另外兩次的國標積分賽 最後誰能夠脫穎而出 擠進前舞藏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囉 接下來繼續欣賞 同樣精采的 Super Kids舞蹈大賽 Super Kids就是這些孩子 都還只是小朋友而已 只是KIDS 就要來參加我們的舞蹈大賽 馬上歡迎我們的萌寶貝 來自高雄的萌寶貝成軍兩年 是這次特別企畫 年紀最小的一隊 他們擅長的舞風是 FREE STYLE還有HIP HOP 曾經獲得過 2016年高雄市市長盃 兒童才藝比賽第三名哦 真的是非常可愛的萌寶貝 有一個叫左軒的大絕招是不是 你是左軒啊 你什麼大絕招 可不可以示範給我們看看 不要 一隻 一隻 不要 我的天啊 你好厲害 你什麼時候發現 你有這樣特異功能 我想要拉拉看 結果就會了 你無聊的時候拉拉看 沒想到你就會了 沒想到拉拉看就會了 真的耶 沒想到 沒想到就會了耶 這種事你以為沒想到就會 對 GINO哥哥,你有沒有試一下 沒想到 沒... 沒... 我是真的沒想到,我不會 不好意思 親愛的萌寶貝兒 準備好了嗎 好了 要舞力全開了嗎 耶 歡迎萌寶貝帶來精采的表演 接下來歡迎千春無敵的萌寶貝 帶來精采的表演 你會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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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謝謝孟寶貝帶來的 下課放一下 這位營養非常好的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宣愷 宣愷 我覺得他跳舞 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他完全跟節奏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後群舞跟他也不相干 我就是很HIGH 跳我自己喜歡 這就是我非常好永遠做自己 好,回到我們舞蹈本身 跟椅子做結合 最後在結尾的時候 和椅子一起共舞 對 這一段對你們來講 有沒有困難度 我在練的時候 就是有一次就直接朝椅子上 摔下來然後摔中 屁股很痛 練這個舞蹈很容易受傷對不對 因為在椅子上 對 有摔下來過的舉手 幾乎都有耶 對啊,只有... 只有兩個沒有耶 那現在已經克服了嗎 還會... 不怕跟椅子跳舞了 非常有勇氣的萌寶貝 厲害哦 好 那我們聽聽看老師喜不喜歡 你們這一支舞蹈好不好 藍波老師,你的看法 萌寶貝啊 基本上我覺得 你們不是萌寶貝 你們是神奇寶貝 寶貝 你們真的是太神奇了 那個男生跳舞啊 有個動作真的有嚇到我 超有力 有個動作一直往前甩 很像標槍的一個動作 有 那個動作做出來 完全就是用盡一身的愛啊 而且最恐怖的是 雖然他們的身材不一樣 可惜做起來一樣猛 要不然你叫男生做做看 那個動作 試試看哦 來,五、六、七、走 好,我跟各位道歉一下 其實沒有 只有三個是一樣的 對 因為那時候他站後面嘛 你幹嘛自己跌倒啊 又沒有說你 他們真的是開心在跳舞 不是為了比賽來比賽的 這一點是讓我覺得 有一種純真感 就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然後我小小的建議一個小地方 團體舞來講說 還是要整齊啦 還是要稍微有點整齊 整齊的部分稍微有點凌亂 但是沒關係 如果你們覺得整齊 不是你們的風格 各自單飛OK 好,謝謝藍波老師 好,接下來 你們的表演也結束了 我們就要看分數了 會不會緊張啊 會哦 希望分數可以拿高一點 那我們親友團幫忙加油好不好 萌寶貝加油團 三、二、一 萌寶貝 加油 好,趕緊俐落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萌寶貝 我們的第一支隊伍 我們平均七歲的萌寶貝 到底可以拿下多少分 目前分數來到了81、82 小數點往上升83 萌寶貝的分數就是84.5分 開不開心 謝謝你們精采的演出 謝謝 來,請先回座休息 謝謝萌寶貝 老了 原來有椅子坐這麼舒服 好,接下來呢 這個第二組呢 也是非常厲害的狠角色 我們歡迎下一組參賽者 漾女孩 來自台北的漾女孩 是由七位熱愛舞蹈的小女生 所組成的 舞技精湛的他們 經常受邀到各大活動場合表演 今天希望能夠將平常苦練的成果 展現在所有的觀眾面前哦 他們非常多才多藝 有幾個還有特別的興趣 來,瑋玲,告訴大家 你曾經拿過什麼樣的比賽 中正盃的滑輪溜冰第一名 和全國短道競速滑冰第一名 全台灣耶 你怎麼那麼厲害 你又會滑冰 然後又會跳街舞 你真的很厲害 真的是多才多藝 而且多才多藝的 不只是他 還有一個叫思穎的 思穎在哪裡 洗手 就在旁邊 思穎 你會什麼才藝 大聲的告訴大家 思穎 我們可以看一下怎麼滾嗎 他好大方哦 好強哦 側面 來,側面 超厲害的耶 你怎麼會有這個特異功能 好令人嫉妒的一句話 剛剛有一個跟我講他無意間 然後這個是突然就會了 怎麼會有這種事 你會不會 對啊,怎麼可能突然會 這一組來頭可不想握虎藏龍 可見其他的人應該都留一手 直接要在你們等一下表演的舞蹈裡面 好好的展現 有沒有把握壓 壓 非常好的漾女孩 歡迎他們帶來精采的表演 接下來歡迎活潑可愛的漾女孩 帶來精采的表演 前面 我們要 ALTUBS 為我們都不再拍 第一次 can 這次 可視maz 最好 可以 一月 把握 看 我們 這次 從來 我們 這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謝謝央女孩帶來的舞出自我 真好漂亮 真的 我覺得這整支舞風 感覺就是非常輕巧可愛 然後又一點點那一種 屬於孩子們的小性感 他們律動超好 我真的很難想像 七、八歲的孩子 他怎麼知道身體的運用 該如何去分解他 對啊 那是天生的嗎 我很喜歡這一團的律動耶 很真實 他們不是在學一個東西 他們是真的身體 跳出那個很快樂的律動 而且也知道怎麼找麻煩哦 就灑了紙花讓大人去掃 那是營造效果啦 你看 而且他們還配顏色 都知道灑綠色的 誰灑的 你... 待會兒你要掃哦 對 我們只是要找出 沒想到你舉手舉得這麼快 非常好 好 你手拿著麥克風表示 你是隊長囉 有沒有覺得哪一個動作 你們覺得最難 然後叼最久的 這個是最困難的是不是 好,那你們要不要再試一次 五、六、七、八 還不錯啊 還不錯啊 很到位耶 所以可見是有下過苦心的 不錯 好,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聽聽看老師的看法 KIMIKO老師,你的看法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 對舞台表演這一塊 已經非常的駕輕舊手 一開始是誰吃到亮片的 灑... 你就灑這個的時候吃到的 隊長吃到亮片了 那個... 他從嘴巴裡把亮片 拉出來的方式太到位了 那已經是身經百戰 差不多蔡依林這個等級 才會這樣做 他怎麼了 他其實剛剛很厲害 其實他有一個微微側臉 然後就拿掉 然後回頭馬上就燦笑 所以我就想說 不太一樣哦 這一群小朋友 你們今天有很多甩頭髮的動作 我們最害怕 女生甩頭髮的時候變增值 他們今天每個甩起來的時候 都是非常正確的 所以你看臉部都很清楚 然後頭髮是有一個眩的感覺 那個就是技巧 只是我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因為你們今天 其實舞步算是滿複雜的 然後你們記不記得 你們有一個大斜線的地方 那個女生 我們在斜線的地方 最漂亮的角度是一起 四十五度 可是剛剛有的人會九十度 有的人六十度 然後這樣看起來 那個漂亮度就不太一樣 我非常期待以後 在各個場合 都可以看到你們的演出 好,謝謝KIMIKO老師 想必你們剛剛表現得很好 得到評審老師的青睞 邀請目前的最高分 來到舞台中央 好,歡迎我們的萌寶貝 隊長 你剛剛看完樣女孩 他們跳的舞 你覺得他們跳得怎麼樣呢 不錯 跟你們比起來呢 平手 平手 客氣哦 那樣女孩 你覺得你們有勝算嗎 我覺得也是平手 也是平手 原來彼此之間都是這麼客氣啊 但是我想你們心裡 應該不是這麼想的 老早就想把對方給KO掉了吧 是不是被我說中了 好,到底誰KO誰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我們七個女孩子 組成的隊伍 樣女孩 非常的青春洋溢 很活潑可愛 到底樣女孩跟萌寶貝 誰會勝出 樣女孩的分數 目前來到84.2、84.3、84.4 平手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超過了 樣女孩的成績超過0.1分 84.6分 竹男老師84.5分 其他三位老師都是84.6分 小贏0.1分 雖敗猶榮 你們只輸了0.1分 那個過程真的像洗三溫暖 那不管如何 今天在這舞台上開心嗎 開心 讓女孩開心嗎 開心 好,先回座休息一下 謝謝你們 謝謝兩組,謝謝 好,接下來 要歡迎我們的最後一組 萌世代 來自高雄的萌世代 是由九位熱愛舞蹈的小朋友 所組成的 陳君才八個月的他們 就交出漂亮的成績單 在2016年高雄左營萬年祭 台客舞大賽中 獲得了第一名的佳績哦 一群非常可愛的小忍者 平均年齡只有九歲 而其中有一個年紀 稍微小一點點的肉眼 看過去也知道是誰 你 對不對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蘇亦凡 說話又臭人家啦 聽說他們有人學過國標 你練過國標 來,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洪亦凡 國標舞學多久了 兩年 兩年的時間 不算短哦,算長哦 可以為我們跳一段國標舞嗎 好啊 可以嗎 你要什麼樣的音樂 捷舞 捷舞 很喘 等一下你還要跳舞 你確定你體力負荷得了 對 很有信心 捷舞的音樂老師,請下 來吧 來吧 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好可愛 他連結尾都很專業耶 那這樣子等一下你的接舞會忘記嗎 不會 不會啦,是不是 不會影響啦,是不是 那你們還有沒有任何絕技、絕招 想要趁這個機會趕快秀一下 他會什麼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高佩潔 佩潔,你會什麼 跆拳的 還有體操 還有體操 你要現在表演 還是等一下你們跳完舞之後 你再表演 等一下 他還滿聰明的 懂得如何保留體力 好,這一對我非常期待 歡迎蒙世代帶來精采的表演 最後歡迎活力四射的蒙世代 帶來精采的表演 來自動部 音樂 故階 秋風 Aware C'? 我們想不可以 來自動,然 要是 我會這樣 我會這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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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傻眼了 當我們在他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們還在旁邊玩沙呢 他們竟然可以把這麼難的舞步 跳完 不只如此 力道十足 而且乾淨俐落 尤其開門見山就來個組合技 非常強 而且撐很久 厲害 厲害 平常我們做一些肌耐力的訓練 有 誰能幫我們報告一下 對,比如說 猜拳,剪刀、石頭、布 好,你輸了 好,來,女生獎 有做哪些肌耐力的運動 有做仰臥起座 半身的 還有福利品身 棒刺 棒刺很難耶 最久可以撐幾分 三分到五分 你不要浮誇哦 真的 三分到五分 真的 對 棒是三分到五分 對 我們還有做太空椅 太空椅 什麼是太空椅 撐三分鐘 你講 你講,你很愛講 給你講 靠在牆壁然後坐著 可以撐幾分鐘 三到五 三到五 也是三到五 好厲害 一分鐘已經非常非常困難了 他們可以撐到三分鐘左右 而且棒式可以做到三到五分鐘 非常嚇人 姐姐之前做了三分鐘 整個不成人形耶 難怪你們有這麼好的體力 體力好 肌耐力又強 絕招又多 絕招,哪一個是絕招 剛剛有人朝天燈的是誰 這樣是你啊 你知道你這一招來 是給怡君姐姐難看的嗎 朝天燈 這個節目只有他能用耶 你再做一次朝天燈 我看看 我覺得他真的有點太高了 本來想Cue你的 可是算了 你覺得我容易上你的檔嗎 想看侯怡君做朝天燈嗎 想 對 你們想看嗎 對 想就想不用圍過來 好 不是 可以嗎 你的弧度沒有輸他耶 不信你來前面 你也來前面 你們同時做 你真的沒有輸他耶 我數三一起上去哦 一、二、三 來 有沒有 怡君 掌聲鼓勵 加油 我... 我耗得比你久了 歡迎怡君姐姐 怎麼樣,怎麼樣我贏你呢 你幹嘛這麼幼稚跟小朋友比啊 因為我逗他的嘛 沒有,我是用了吃奶的力量 可是說真的 怡君姐姐厲不厲害 厲害 厲害哦 謝謝你啦 其實你很棒的 你們剛剛表現真的非常棒 我們聽聽看評審老師的看法 佩玲老師,你的看法 蒙世代 你真的是我看到的小朋友裡頭 今天的小朋友裡頭呢 最厲害了 謝謝 已經有一票囉 為什麼說你們最厲害呢 因為你們每一個動作都很狠 都有那個狠勁 招招到位 而且都很有爆發力 通常舞者的爆發力 可能一爆出去就會斷掉了 就不見了 可是你們的力量是很飽滿的 每一個頓點 每一個力度都是很強的 除了你們的力量很強之外 你們在所有的動作裡頭 都是比較難的 比較複雜的 所以老師給的分數高了一點點 你們的整齊度 也是三組裡頭最棒的 還有你們全部的小朋友的動作 都是非常完整 還有你們的表情 都是非常的豐富 你們在跳的時候 你們活在自己世界 表現出自己的風格 還把整個團隊的精神表現出來 老師把你們的舞編得非常的好 那個舞步的變化 隊形的變化 非常好看之外呢 你們每一個動作都非常的完整 老師很喜歡你們的舞蹈 謝謝老師 好,謝謝佩玲老師 很有禮貌 好,接下來要看分數了 邀請目前的最高分 來到舞台中央 好,歡迎漾女孩 來到我們舞台上面 兩組不同風格 女生風格 跟未來ZERO4的接班人 這個萌世代很有這個感覺 是,萌世代此刻的心情 應該帶著有一點想要替萌寶貝 復仇的心情 有嗎 有 有信心可以贏過漾女孩嗎 有 直接來看分數 萌世代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好,萌世代 今天人數最多的一組團體 他們帶來的忍者萌學員 大受好評 到底漾女孩 萌世代誰會勝出 分數來到了84.2、84.3 還在往上升 來 萌世代的分數 目前同分了 同分了 超過 萌世代的分數就是 84.9分 主男老師84.8分 佩玲老師 KIMIKO老師85分 藍波老師84.9分 好的 恭喜我們的萌世代 相對的漾女孩也不要傷心 隊長剛剛一直... 好 雖然沒有贏過萌世代 但是想問你來到這個舞台 開心嗎 開心 如果有機會 你們願意再來挑戰嗎 願意 謝謝你們帶來這麼精采的演出 讓我們看到漾女孩 非常可愛的舞蹈 謝謝漾女孩 請先回座休息 好,在這邊也要恭喜 我們的萌世代 在這之前 你就有信心可以拿到冠軍了嗎 有 所以你根本沒有把其他兩組 放在眼裡,是嗎 是 好大的一口氣啊 非常好 保持對舞蹈的熱情跟熱度 一直持續下去 我們期待未來 你們有更精湛的舞技 最後我們要恭喜我們的萌世代 成為我們今天的最高分 獲得我們的MVP獎金 恭喜你們